马可福音13章33节 你们要谨慎 警醒祈祷 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子几时来到 要谨慎 耶稣提到有四次之多 不管是针对假基督 假先知 他们所行的神迹歧视 或是主再来的日子的说法 我们都要谨慎 在路加福音21章34节也提到 你们要谨慎 恐怕因醉酒 累住你们的心 那日子就如同网络忽然临到你们 经文中的醉酒 它的意思包括了酒精 毒品 性爱 过量操劳或其他不良的习惯 这就是醉酒的意思 要谨慎 祷告的谨慎原文 是保持自己清醒 醒着的意思 在马可福音的原文里 没有谨慎这个字 但是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 确是有的 你们要时时谨慎 常常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 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因此可见 警醒和祷告 是息息相关的 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也是一样 若不警醒主耶稣的再来 我们都要失败 在疫情越来越严重的当头 又正逢圣诞和新年假期将近 人的心很可能会松弛弦散 这个时候 我们更加是要警醒 要祷告 我们更加是要警醒的